HELLO 伊丁園的好朋友 大家傍晚好 那鏡頭前面的這一顆 那個酪梨是原子裡面的 V型花酪梨 然後我覺得他應該是佛野德酪梨了 是好朋友那個國城雄 送的苗是V花 然後你看他長的 那個方向超級 彎了像那種 很像那個古時候那種梅花 彎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在旁邊在之前 我有種了一顆石森苗 準備來做靠街 那我今天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今年開滿了V型花 但是都沒很少掛果 你看這裡 那很少我想那個果梗沒有發育 應該是不會掛果成功 甚至底下應該沒有成功的 所以我打算 你看在石森苗種下去的這個附近 我再種一顆架接苗 是A型花的酪梨 A型花的酪梨 這裡有個小果 來試試看 然後這一顆A型花的酪梨 是職場上的複製的 複製的A花酪梨 OK 我打算種在這裡 種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 操作 因為 職場上那一顆 感覺上很像是紅心圓 我不確定它的品種 但是 我覺得 品種的多樣性也許是好事 所以 種一顆試試看 好 就在這個位置 好 就希望在 下一次 明年的開花期的時候 有機會 能夠 能夠讓它的B花 究竟有 A花 剛種下去了 可能 不太可能 結果 可是如果萊花 對這顆B花 第二年的花 會想 我想應該會有幫助 好 這一顆是架接苗 我們種下去了 這次加選三號 這不是 是要種這一顆 黑花酪梨 然後為什麼它會有一個支柱 當初不小心 奧點 就會支柱之後 它 後來它又癒合了 你看 根系 只能剪開了 哈 因為 太薄 塞得滿滿的 比較因為是那個用刺獄土種的 所以 等一下可能會有一點散開 那我們就到底下了 不好拿 好 去挖土 好 最好 是 數字 是 那 好 是 可以 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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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